经过9月份以来 五周左右的股市大调整和波动 美股周五收高之后 本周三大股指均录得至少两个月以来的最大州涨幅 美国财政刺激谈判周五继续进行 特朗普称支持规模更大的刺激方案 有趣的是 特朗普此前一度表示将停止谈判直到大选之后 然而随后又表示正在等待签署 他针对不同行业的独立法案 美国的事业水平仍然处于历史高位 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势头正在失去动能 美国有必要推出新的一轮刺激措施 交易者担心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美国经济复苏将停止不前 华尔街多数分析师认为 在本月底前通过一项全面刺激法案有难度 因此投资者应该谨慎地看待市场目前的乐观情绪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